鲁迅作品 连环画 风波 绘画 夏宝园等 赵七爷是邻村茂园酒店的主人 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 因为有学问 所以又有些已老的臭味 辛亥革命以后 他便将辫子盘在头上 像道士一般 常常叹息说 倘若赵子龙在世 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 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 水面暗暗回复过凉气来 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 坐在自己门口吃饭的人都站起身 拿筷子颠着自己的饭碗说 七爷 请在我们这里用饭 七爷也一路点头 说道 请请 撑航船的七金正在发愁 叹了一口气说 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金嫂呆了一刻 忽而恍然大悟地道 这可好了 这不是要皇恩大赦了吗 七金又叹了一口气 说 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吗 七金嫂有些着急 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 七金嫂眼睛好 早望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 却变成光滑头皮 乌黑发顶 他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 而且一定须有辫子 而且七金一定是非常危险 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七爷一静走到七金家的桌旁 七金们连忙招呼 七爷也微笑着说请请 一面细细地研究他们的饭菜 说 好香的菜干 听到了风声了吗 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金说 七金嫂竭力陪笑道 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 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吧 七爷说到这里 声色忽然严厉起来 但是你家七金的辫子呢 辫子 这倒是要紧的是 你们知道 长矛时候 流发不流头 流头不流发 七金嫂站起身说 这怎么好呢 这样的一般老小 都靠他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 那也没法 没有辫子 该当合罪 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 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七金嫂听到书上写着 可真是完全绝望了 自己急得没法 便忽然又恨到七金 这死尸自作自受 造反的时候 他偏要死进城去 进城便被人捡去了辫子 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 这囚徒自作自受 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 这伙死尸的囚徒 村人看见赵七爷道村 都聚在七金家饭桌的周围 阿姨嫂是心肠最好的人 这时连忙劝解说 七金嫂 算了吧 人不是神仙 谁知道未来是呢 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赵七爷听到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却有些生气了 大兵是就要到的 你可知道 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 张大帅就是燕仁张义德的后代 有万夫不当之勇 谁能抵挡他 你能抵挡他吗 晚上 七金坐在门槛上吸烟 但非常忧愁 忘却了吸烟 辫子那辫子 书上一条一条写着 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 此后七金虽然是赵丽日日进城 但家境总有些暗淡 村人大抵回避着 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 过了十多日 七金嫂走过赵七爷的店前 看见他辫子又盘在顶上了 七金从城内回家 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 问他说 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亭了 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 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 辫子又盘在顶上了 你想不坐龙亭了吧 我想不坐了吧 小时怜悦 你这 critic candle 明天有 rodいただ遭底接着 江מ�dogs 我还想不说 优优优独播剧场 或计算 好了 我 contracts